当国家受到外敌侵略时 人民受到欺凌伤害 这样是否还需要忍辱 任由他忍伤害 这个在事法上讲不通的 尽量用和谈的方法来化解 实在不能化解 那就有什么了 有抵抗 中国过去对日本的战争抗战 是抵抗 这个不是侵略 这是保卫战 不是侵略战争 这是许可的 这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去杀敌 是保护 本国善良的人民 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学佛的人都放下枪杆不抵抗了 那我们就想想 裂带帝王 决定把佛法全部废除 有理由啊 那佛法不准在这个地区存在 为什么你们是害人的 你不是救人的 那你再看看 这个我们最近读的这段经文 大用无方 你看到佛法是多么厚婆 什么身份 菩萨都能实现 应先将军生 先将军生 应先过王生 先过王生 应先宰观生 就先宰观生 甚至于还有娱乐的场所 过行过夜 佛菩萨统统实现了 那把这个世界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统统归到正法 这个国家大致啊 往后 战争不容易爆发 美国在这个欧洲 这两次战争 给世间人很大的启示 为什么 人民不希望有战争 无论是哪个国家 无论是哪个族群 你就打听一下 谁喜欢战争 都厌恶战争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民族得多 你要是搞战争的时候 就不学你了 不像二战之前 那时候资讯 还不怎么发达了 人民听政府的话 现在不行了 现在资讯发达 每一天在电视上 在网络上 都能够得到很多讯息 你政府的证定 人民的时候会考虑一下 应不应该 有没有理由 它跟从前想法不一样了 你要发动战争 没有人拥护你 没有人赞助你 你要打你们两个字去打去 不要害大家 所以战争的时候 越来越不容易发动了 美国这两次战争 我也曾经讲过 打得很好 好在哪里呢 让很多想打仗的人不敢打了 打仗容易 受不了我也 你看美国现在多痛苦 看这个样子害怕了 什么问题都要用坦诚的心 自立要顾得利他 问题解决了 如果不是自立利他 只有自立不利他 冲突就发生 我想我好 也想你好 我们大家都好 这样生活多么快乐 你看看美国 打仗 花钱不多 可是战后 花钱可不得了 我听说每一天 在欧洲这些费用 大概是一个亿的美金 你说怎么得了 如果说拿这么多钱 去帮助开发中东这些国家 那些国家的人民 我相信 喊美国人都喊爸爸 什么事都好解决 哪里会变成仇人 是这个道理要懂 以后不能再用战争的手段 解决问题了 这个时代过去了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